你倒是 上 上 上 开甲了你倒是 上 上 上 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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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脑的元帅天下无敌 等会儿 我这儿还有无敌小先锋 来 来 你等会儿 你等少爷尿急 先上套茅房 回来在这儿 背骨腰疼 不刹刹你 你快走 再晚点来看脑袋 那一下都看不见了 不敢 这让凤大管家知道咱都出去了 还不得还收拾 老爷都吐血了 凤大管家 快快快 大少爷 怎么 怎么了 我爹又吐血了 怎么回事啊 说话呀 就别去了 就替阿凤一句劝吧 不行 即便我救不了王小红 我也得到刑场送她一程 她是在梅家大药房被抓的 我要连刑场都不去 咱梅家在玉萍的名声就没了 我不管她是不是肥 我得给她收拾 老爷 去 告诉他们 把给我准备好的棺材抬到刑场的 老爷 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马荣争仇找不着咱家的把柄呢 要硬说咱们通匪 那么梅家几百年的基业 就全毁了 老爷 你有三思啊 我还是不是梅家的老爷 我说话还算不算出 就说话还算不通了 弦祖 托弹了 你上趟忙活拿枪干啥 大少爷 你干啥去 你可不能跟人家拼命啊 沈澹祖 你跟我去 我要是死了 你替我收拾 弦祖 到底怎么回事啊 大人犯 快 面肉 原来 看见了 这就是玉凭 有点事儿 and 加加胡呼都知道 老板心爱愷热闹 正好 杀一警marks 看看往后谁还敢同匪 赵特伟 待会儿这个判决书啊 你来念 还是司令来吧 别客气 你是文化人 省城来的 又在大帅身边供职 你念这个判决书 是让玉萍的百姓们 能够感受到荒荣浩荡 马司令 玩笑可不能这么开 让一让 靠边 让一让 灵儿 快来看一眼 这是你娘啊 闭嘴 让我们到阴间去相任 玉萍的百姓们听着 今天 我要枪毙女匪王小红 特意请来了 省城白大帅身边的赵特伟员 为大家训我 咱们上训话 马司令客气了 赵某奉马司令直托 好 代为宣读判决书 判决书 一凭四面环山 古往今来匪患猖獗 非 打家劫舍 捎掠奸淫 不服法度 无视政府之乱民也 是非 同匪则人人得以举报之 今有女匪首王小红 数日前在黑龙山 谋杀马司令之部下留派长 以及爱国之兵士二十一人 又勾结同党 潜入我月品 今日四时 与同党私人武装袭击马司令宅邸 谋杀我爱国之兵士五名 可谓罪大恶极 不杀 我足以平民愤 不杀 我足以政务够杀 现在我宣布 判处匪首王小红 你看看人家梅老爷 这才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小红来梅家只是个西医女先生 还没来几天 梅老爷就这么重情重义 以后可惜我对不起你 今天我就要 皇父 看见那个棺材了 一会儿就把我和林儿放在一起 你替我给梅老爷磕个头 就说我柳瑞芳今生今世对不起他 来世坐鱼坐马搞他的 判处匪首王小红死刑 立即抢举 这不好的官方呀 梅老爷这是要干啥呀 给女土匪收尸吗 是这假日是要收尸吗 要不然带着关子来干啥 还不离我圆天 梅老爷都来了 你要让别人笑话我吗 那是谁 梅以赫 他就是梅以赫 那家大药房的掌门人 除了他还能是谁 苏江 苏江 可怕呀 这个女土匪居然混进了玉品 还进了梅一家大药房 当上了西医女先生 幸亏本司令英明明 明察秋毫 不然 迟早有一天 土匪向理应外合 玉品不保啊 梅以赫 难道没人告诉你 王小红是女土匪吗 没有 好 那本司令告诉你 他是匪 女匪手 土匪头子 杀人如麻 身上血债雷雷 怎么 你还不把那棺材抬回去 打算给土匪收尸啊 正是 您所说的那些 我没有亲眼得见 王小红 到我梅家大药房 来了仅有半月之余 就做了两例 救人性命的外科手术 医患就诊 一百五十余人 在我心目当中 他就是一个医术高超 妙手回称的西医女先生 我梅家大药房门前的牌匾 是我梅以赫亲手写的 他是我护赖的医生 我是他的东家 难道我不能为他收尸吗 应该的 这西医女先生和土匪也都是人吗 你说这不给收尸 他要是变成厉鬼 一会不再怎么办呢 要收尸 要收尸的 就要是红娘子显了灵 也会说美老爷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大药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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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 三位叔公都来了 美老爷就是美老爷 没有白读圣贤书啊 欧雄 你听见没有 这辈子你当狐匪 本司令枪毙你 梅姥爷这么好的棺材为你收尸 下辈子好好地脱身 当顺民 对得起梅姥爷这副好棺材 雨昇 凌昇 预备 灵儿 别怕 娘陪着你 刀家留然 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 魏仙宗 你要闹法场 误会 甘殿 天大的误会 这怎么一家人还不认一家人了 干爹 您这绑着的可是您干儿媳妇 幸亏干儿子听到了消息 刀下留人 不对 应该说是枪下留人 枪下留人 我说 干爹 是不是 干爹 老爷 大少爷 混蛋 魏仪和 你儿子疯了 赶紧找人把大家走 我没疯 马思令 我今儿个才认得您当干爹 我要是疯子 您马思令英明神武 能认我当干儿子吗 他说的倒也是 是啊 确实是今天刚认他干儿子 我这个干儿子 让老梅就管坏了 无法无天 先祖 有话 赶紧回家去 耽误了干爹办正事 打起屁股 我就是专门来帮干爹干正事的 干爹 您这是要枪毙土匪是吧 他是您干儿媳妇 他不是土匪 您要是杀错了 可就坏了您一世的英明啊 姐姐不是土匪 她是西医女先生 刚跟我娘管手术 救我娘的命 是 我们亲眼所见 土匪拿刀是杀人的 这姑娘拿刀是救命的 怎么会是土匪 她给我看过命 她确实是女先生 也确实是女先生 就算在大长海学路西医 手艺不得了 这儿怎么能当土匪呢 福沙盖的闺女不会当土匪的 王小虎不是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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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特派员 我们家西医女先生王小红绝对不可能是土匪 请特派员明察 随便枪毙人我们没家不服 我刘瑞芳一定要告到白大帅那去 为王小红讨回公道 马司令听见了 二太太可是白大帅的亲表妹 我管什么表妹 白杰总 不由他滚回家去 犯人口供记录在案 人犯已经划鸭 马上请去 划鸭 我的傻媳妇 你不是土匪你划什么鸭呀 你给我说清楚 别动 要干什么 我叫我不是土匪 骂容烂杀无辜 混蛋媳妇 怎么没大没小的 马司令是我干爹 今儿个才认的 我干爹就是你干爹 怎么能知乎其名 这么多的御凭百姓都看着 就算我不说出去 我就不信传不到大帅的耳朵里 不把事情说清楚了就杀人 难以服众 特派员 没家二太太说得对 到底是怎么回事 给我们大家说清楚 不说清楚就不能杀人 不许乱杀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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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拽我干嘛呀 我得给大少爷打枪子 去你个傻子吧 大少爷要是心中没数 该碗断头才想冲了 梅贤总 给你脸不要脸了 再妨碍老子执行公务 我才将连你一切一臂了 干爹 我梅贤祖可是守法良民 您干儿媳妇要是该死 我绝不捣乱 只求干爹让我明白明白 她为什么该死 我 兄弟们先退下 天狗 大老 钢死他 是 那天 我亲眼看见他带土匪 钻出地道 打死我们六排长的 那一仗除了我 我们全排弟兄全死了 在哪儿 黑龙山 黑龙山上什么地方 黑龙洞 哪天 就是马斯林 带我们攻上黑龙山那天 好你个蝎儿狗 张嘴你就胡说八道 干爹 我亲眼见过您发的布告 上面的一字一句 干儿子心里都记着呢 您亲率大军攻上了黑龙山 剿灭了土匪 大帅表彰您剿匪有功的布告 我也看见了 不光是我 全玉萍的老少爷们哪个没见过 他蝎儿狗说的这一仗是怎么回事 这事可要谨慎 万一传到省城里边 蝎儿狗混蛋 说今天 今天 今天才骑马过天门山口 他是给土匪报信去的 这位军爷 我插一句嘴 难道所有路过天门山口的 都是通匪 都是给土匪去报信吗 他就是去报信的 今天 清远镇赵老太爷八十大寿 我眉府专门拆人去给他送的寿礼 来会走的都是天门山口 诸位 请问 今天 还有谁走过天门山口 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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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特派员 马司令 你们听到了吗 这小男们 带人攻击五马司令的官邸 打死我们五个地球 什么 有人敢攻打我干爹的官邸 他们几个人 四个 几死几伤 天呐干爹 你手下怎么养了这么群窝囊肺啊 四个人去攻打您的官邸 打死了您五个弟兄 还他娘的都让他们跑了 谁给我干爹看家户院呢 站出来 毕了头 兄弟 兄弟 借我枪使一下 哎 没见酒 你小子就是嘴赶他 老是说不过你 这臭娘们就是土匪 我要不是装死 早被他打死了 我今天就替司令毕了他 下手 下手 怎么回事 没有司令的命令 怎么能随便开枪啊 混蛋 干爹 他就是个疯子 满嘴胡言乱语 说的都是人听不懂的话 没有您的命令 他就敢擅自开枪 我看 先把他毙了吗 快快 仙儿搞疯了 给 给 给推去 快点丢人 司令 司令 快 司令 这是土匪 干爹不带 司令 媳妇 你看咱干爹 多明白事令 干爹是个好司令 绝不会滥杀无辜的 你你你给我闭嘴 过一边去 玉萍的百姓们 你们听着 我说 本司令 绝不会滥杀无辜 也不会放过一个土匪 数日前 我带领精兵强将 攻下了黑龙山 剿灭了土匪 但是 仍有少量于匪 侥幸逃窜 其中 就有他 王小红 和我一起 小匪的士兵 都见过他 干爹误会啊 干爹这么一说 我就想起来了 确实 干爹剿匪那天 他王小红 确实在黑龙山上 但他不是土匪 他是被土匪抢上山的 那你滚蛋就被听见 再不滚老的就不客气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哪敢胡言乱语啊 干爹我问问您 您娶我干妈那天 天门山口是不是有土匪 抢了一顶花轿 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事 听说过 听说过 那就是我娶媳妇的花轿 花轿上坐着的 就是他王小红 那花轿 是我花五十现代洋 从省城雇的 土匪不光抢了花轿 抢了新娘子 害他娘子把我也抢上了山 然后给我爹下绑票 要我们梅家三千现代洋当赎金 这事有人知道吧 知道 爹 儿子不孝 因为跟您志气离开了家 一走就是一年 儿子在外面活得艰苦 没吃没喝的还病倒在省城 是王小红给我看好了病 还给我钱花 后来熟了一聊天 嘿 感情他是玉平人 他爹是王福 福叔 咱们梅家大药房的掌柜 我一想这是缘分 咱们梅家世代从医 看王小红上的是西医大学 我就寻思着 我要是能把他给取了 也算是给咱们老梅家光要门庭 我就贸然向人家王小红开口求亲 他居然就答应了 把我给美的 我兴高采烈的雇了花轿 要把他抬回玉平 给爹您 给咱们梅家上上下下一个惊喜 哪成想 花轿到了天门山口 大难临头 自古以来同时没有瞧过花轿 这种倒霉事怎么落在老梅家头上了 幸好我干爹马司令 英明神武当天就带着大军杀上了山 可是那匪首黑木椒不肯缴械投降啊 他把我们俩当肉票 带着我们四兔逃窜 跟干爹的大军周旋 干爹 我想您的兄弟就是在这个时候 见着我媳妇王小红了 胡别乱走 马司令 不过他说的可跟咱们剿匪通报上很是相符啊 小兔崽子 我早就给一枪崩了他的脑袋 干爹您说什么 我没听见 哈小子 是这么回事啊 那你回来以后 怎么不告诉你爹 你娶了媳妇啊 干爹教训的事 爹 儿子对不起您 新媳妇还没到玉萍呢 就让土匪抢上了山 可是我向您保证 在山上 我一直跟您儿媳妇在一起来着 没有哪个土匪倾搏过他 这些天 一直没敢跟您说 就是怕您不肯原谅 可是要说这事儿 真的不能怪王小红 怪只能怪土匪呀 媳妇 我跟你解开 咱俩一起好好求求爹 要干什么 谁让你 马司令 现在事情全都弄清楚了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呀 我柳瑞芳进梅家快二十年了 没能生个一儿半女 视梅贤祖如同几初 她媳妇就是我儿媳妇 就是白大帅的外申媳妇啊 二太太真不愧是名门望族的 大家闺秀 白大帅的表妹 别厉害 你放心 本司令心里有数 马司令 民心为大 咱们证据不充分 还是忍了吧 不忍又能怎么样 难道还让我强逼着白大帅的外甥媳妇 没老爷 没老爷 大少爷说得对呀 这王小红是被头飞绑上山的 又不是他自己上的头飞山 要我看的 这儿媳妇买不错的吗 您就不要计较太多了 是 是 没老爷 王先生是救命的观音菩萨 娶这样的闺女做儿媳妇 是您梅家的福分 姐姐和梅家大少爷是很般配的 没老爷 您就答应了吧 答应吧 答应吧 爹 您看在这么多人替我们求情的份上 您就开开恩吧 儿子给您磕头了 小红 公公大人在上 而希望小红给您磕头了 贤祖未经您的许可 就向我求了亲 我少不更是见他一片真情就答应了 都还没来得及向我爹禀告 爹 女儿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做了主 视为大不孝 对不起您的养育之恩 给您磕头赔罪 公公大人 我知道梅家在玉平师望族 家教规矩都很严 如果您要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 我也绝不敢怪您 再说 以我的家事和人品 根本配不上梅家 配不上贤祖 可是 我对她也是真情真义的 就算将来公公做主 讨了哪家大家闺秀做正事 我王小红也绝无怨言 老爷 老爷 您就答应了吧 这可是大喜的事 大喜的事 老爷 以后 都等着你表态 咱们家的贤祖顽劣不羁 他们之前那些事有错 我看肯定不会错在姑娘身上 是啊 这姑娘是西医大学毕业 那可是人才啊 咱们梅家可得好好地对待啊 是啊 三位叔公说得甚至 只是 赵特培元 马司令 你们看 诸位 诸位 赵某说几句 现在看来 说王小红是匪 确实证据不足 有时公允呐 我想 这也是马司令的下属 剿匪心切 立功心切 没看清楚指错了人 不算什么大罪 马司令真是明察秋毫 见错就改啊 刚才我与马司令商量 马司令让我宣布 王小红当众释放 老爷 刚才赵特办员说了 你看 我都知错就改了 你也大度点了 你俩孩子还跪着呢 而媳妇你就认了吧 好好好 则日梅家一定大办起宴 当时还得请马司令 给全子证婚啊 那当然了 这个婚我一定要争 我干儿子结婚吗 我不争婚谁争婚呢 媳老爷 别往心里去 歇二狗 疯了 乱咬嘛 不过也好 他要不乱咬 你还不知道我干儿子结婚这事呢 好事 好事 都别看了 散了吧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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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闺女 闺女 爹 闺女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爹 她们叫谁呢 傻丫头 叫你呢 你现在就是没家的大少奶奶了 大少奶奶 二太太来了 王府也在呢 正好老爷叫你去 在书房等你 去吧 你也下去吧 是 二太太 您请坐 好 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我们是一家人了 我过去对你说的那些话 你会记我愁吗 不会 二太太 您先坐 我给您倒杯茶去 我不喝茶 你这孩子怎么还叫我二太太呢 二娘 我说 把二去了 叫一声 就叫一声 便 JK 我寒 喵 哎 大小真好 你戴着真好看 是挺好的 别摘 这是娘给你的见面礼 你得留着 这 这也太贵重了 一个镯子算什么呀 你是贤祖的媳妇 就是我的闺女 以后 只要我活在这个世上 你碰到什么灾呀烂哪 都来找我 一定吗 我听你爹说 你从小就没了娘 从今以后啊 你就拿我当你的娘 我就是你的亲娘 二娘要回去了 附掌柜 附老爷 这可是不难 你快坐 快坐 这算什么呀 咱们都是亲娘了 今天应该好好摆桌酒席 咱们打醉一场 可惜呀 我今天冻了老病根了 只能以茶代酒 来 亲家公 多谢老爷 没家好久没有办喜事了 金家公 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 尽管提出来 不敢 不敢 老爷 老爷 真的是要大办喜事 那是当然 我当着 全玉平的父老乡亲都说了 梅家要大办喜事 哎呀 亲家公啊 大少爷贤族 虽然年少之时 有些放荡不羁 可他毕竟是梅家的长孙呢 我娶了这么好的婴儿媳妇 也算是广宗要祖了 这是我家小红的福气 也是我王福的福气 我家小红能嫁入梅家 梅老爷的恩情 已经是天高地厚了 我王福哪里还敢有什么要求 来吧 给本大少爷磕头谢恩吧 我为什么要给你磕头谢恩 嘿 本大少爷凭三寸不烂之舌 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 你还不该给我磕头谢恩吗 你还好意思说 你是怎么救的 谁是你媳妇 你还吃亏了是咋的 本大少爷还没地儿诉苦去呢 要能有别的招救你 我会出死下策 我没嫌祖就是天上的苍蝇 你顶多就是地上的家桥 我说你是我媳妇 那是我抬举你 我呸 就你这样还是天上的苍蝇 你顶多是天上的苍蝇 我告诉你 我王小红用不着你抬举 我已经想好了 连夜离开玉平 你玷污了我的清白 我一天也不愿意在这儿待 别呀 我的姑奶奶 你这撒手一走 不是把我给卖了 马荣恨我恨得牙根都痒痒 你一走 就说明你真是土匪 不光我 我们全家都得跟着倒霉啊 求我呀 求我我就不走 大门球 你先站那儿 我走了 来吧 干吗 快给本姑娘磕头弦 最独莫过富人心啊 王小红 我怎么会救了你呢 我 我真想一枪毙了你 你怎么随时还带着枪啊 你带着呢 怎么样 刚才在法场上你也带着 你带枪干什么呀 谁承想我靠三寸不烂之蛇 就能把你救了 本来以为得靠这家伙接法场啊 法场那么多大兵 你也敢接 敢 我没嫌祖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你这种不讲理的女人 你还还笑 你还还笑 把枪还我 不还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我让你帮我藏着 你怎么还霸占了 就不还 好 好